再到下面的介面 好,再來我們要介紹的介面 第一個介面是畫面的左邊這個 有點像瀏覽的介面 這個叫做browser 然後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browser的介面在session view也好 或者是arange view也好 他都會用到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是這個介面 你會看到我們先看到最左邊這邊 這個三角形是可以切換 這之前已經提到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左邊的欄位這邊 它分了兩個主要的分類 第一個是分類區域 就在這邊做好所有的分類 以及下面有一個位置 你也可以自定義位置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 第一個分類這邊 sounds 這個就是所謂你的 譬如說當我點選的時候 它就會選到相對應到右邊會不一樣 好我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sounds 這個聲音就表示說這個是 算是一個音色的preset 就是一個所有的音色的存檔 所以每一個音色可能代表的是有很多 可能有包含的樂器 以及效果器所整合而成的一個 一個preset 好一個然後再來是 drums 這個也是屬於一個就是 就是專門就是存放鼓的音色的資料庫的位置 好等於說這邊是 sounds 這邊是其實就是大部分的樂器的音色的資料庫位置 然後drums就是鼓主的資料庫的位置 所以你可能等一下之後會介紹到 你可能點開一組 然後它就是一整組鼓的preset的音色這樣子 好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先把它想像 第一個跟第二個是屬於就是音色的資料庫 好然後再來我們就看到這個 instrument 這個東西是 完全就是針對樂器 就是我們這邊是完整的live版的話 就是這邊有這麼多的樂器讓你使用 所以analog就是一個live裡面的樂器 然後drum rack有沒有 或者是operator就是還蠻有名的operator這邊 等於說它是用樂器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你可能跟前面這邊就不一樣 可能前面這邊隨便一個音色就是 透過analog的樂器加上別的效果器 然後亂七八糟的整合在一起 然後你覺得這個聲音很好聽 就把它存在sounds這邊 好再來是audio effect 好這個也是單純的就是 就是關於屬於就是聲音檔的效果器 然後這邊有那麼多種可以讓你使用 好所以就是等於是說 instrument、audio effect 再來是media effect 也是屬於MIDI 就是專門是給MIDI訊號用的效果器 好我們就會知道說這三個 instrument、樂器、然後audio的效果器、MIDI的效果器 是屬於就是 裝置就是我們可以選取我們要的裝置 然後經由不同的排列組合 以及設定然後才產生我們要的音色 好所以基本上前面兩個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想像成音色資料庫 後面這三個就是我們的裝置的清單 然後當然每一個裝置裡面也有單獨自己 屬於自己裝置的設定 譬如說mistrement這邊 我analog這邊 他其實也有自己的單純的 針對這個裝置的一些音色的設定 好再來呢 再來這個max for live 這個是另外一套 可以跟live整合的軟體的一個資料庫這邊 所以這邊我們之後會再提到 因為這個就扯到 這個會扯到另外一套軟體了 所以我們就先略過 好然後再來是plugin 這個地方就是你可以存放 等於是存放你第三方軟體的plugin 像我這邊目前的軟體的plugin 只有就是這麼多 有沒有 那如果你live安裝的話 你可能之前有 譬如說你可能也有Portools 也有Logic 然後他這邊就會存放 就是可以通用的plugin的軟體的插件的效果器 都可以再存放在這邊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這邊叫出 你可能在plugin裡面常用的效果器 或是Logic裡面常用的效果器 就是你自己安裝第三方軟體公司做的效果器 都是在這邊存放的位置 好然後再來clips 這邊就是所謂的clips 就是說之前有提到過 我們這邊的每一格都是可以存放一個clips clips包含的就是 它可能是一段MIDI訊號 或者是一段Audio的訊號 好所以等於說這個所謂的clips 就是我可以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loop也好 可是有時候不一定是loop 有時候可能就是一小段的音樂 所以等於說我們可以 藉由把我們需要的資料存成clips 然後方便我們以後重複的使用 不管在這首歌也好 在另外一個project也好 等於這就是所謂的在live裡面的clips的功用 所以像我們這邊就會有很多clips在這邊 好然後再來是sample sample就是一小段聲音檔 然後可能是一顆大鼓的聲音 一顆小鼓的聲音 就是sample 然後我們就可以利用 實際上在live這邊 我們可以利用這些sample 去創造出很多不同的玩法 那它可能也是一小段音樂 都不一定 好 所以整個分類大致上的live 對我們想說這個瀏覽器 可以把它想成是你的live的資料庫的分類是這樣子 好有這麼多種不同的分類 好然後再來是places 這就是比如說第一個packs 這邊是我已經有安裝好的live的packs 就是基本上如果你可以到官方網站上看到 就是它可以額外download一些安裝的packs 就是insert sample clips 然後去安裝到live裡面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秀出你這邊目前已經安裝了多少的packs 對 好然後再來是user library 這邊是存放使用者自己儲存的設定檔 然後就是所謂的user library 是這邊 我記得就是live8之前是是混在一起的 然後在live9之後這個user library是變獨立出來 所以這邊就可以存放我自己需要用的設定 然後之前前面的設定就會 會就是不變 然後我這邊可以再額外再多儲存 所以這個時候之後我們在利用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好然後再來是current project 這個東西其實是說 目前我這個project有用到的所有的資料 包含了就是像user library這邊 可能有用到任何的我input進來的聲音 或者這邊的樂器我都可以在這邊顯現出來 好然後再來一個是add folder 等於是說這個places這個位置這個欄位這邊 其實就可以照我自己的需求去做設定 譬如說我這台電腦裡面 這台notebook裡面有porttools 然後porttools剛好有附一套 也不是完整 就是有一部分的loop可以讓我使用 那我可以想要在live也可以用 我在這邊就可以 可以add folder 譬如說這樣 add folder 然後選到我要的硬碟 然後上library 我就可以把這個folder 建立在這邊做一個捷徑 然後open 然後這邊就是 等他讀一下 這邊就是我要的 有沒有 就出現 然後他現在要分析 跑一下 好等於說這邊就是變成 我就可以自定義我自己的路徑 然後就不用把live視窗移開 然後再去找別的地方的東西 我就可以在這邊設定好 好 所以大致上 整個browser是這樣 我們等下就往下講 就是如何使用這個browser 以及他可以做什麼事情